胃口比自己所想的还要大呀 王小飞对于这西部秦家也是暗叹不已 这一次是要把整个的公司都全部收入秦家 给出的好处就不外是让秦浩天他们家和颜瑞秦进入秦家而已 这事还真是跟王小飞原来的想法有了一些出入了 王小飞是想着把颜瑞秦的收益变成自己的 现在秦家这样一搞 王小飞想通过颜瑞秦获得收益的想法就难以实现了 略为沉思了一下王小飞道 没事他们要求什么你就做成什么样子 趁机进入到秦家里面去 我相信你的能力 把秦家的情况给我摸清楚 及时向我报告秦家的情况 哦对了秦家来的一个人听到了你的事情之后 就打算去把你干掉 你小心一些 哼了一声 王小飞心想自己并没有想去杀他们的人 现在他们倒是想把自己杀了 哼 那好吧 大家就杀一次好了 你把他们的情况用手机传给我 很快 王小飞就看到了手机上那两个秦家人的样子 并且王小飞更是知道他们是开着车子向着花溪村去了的情况 看来只好在这市里面等一天了 王小飞让颜瑞秦在他们回到市里面之后就把他们的地址告诉自己 然后就在房间里面修炼了起来 单药早已炼制好了 王小飞一直都没有时间服用 现在有了一些时间 虽然不是最佳的时间 王小飞还是打算开始调整自己的气血 提升修为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王小飞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气血调整到巅峰状态 只有这样他才更有进阶的成功性 在吃了饭之后 王小飞却是接到了郑林伟的电话 郑林伟也是好长时间没有跟王小飞通电话了 王小飞一听这话就摇了摇头 郑林伟作为县里面一个排得上号的公子哥 不可能不知道自己那里发生的事情 王小飞甚至猜测 现在秦海就跟郑林伟站在一起 是啊 被闫日前那个女人坑了一下 听一些朋友说过 还有更强的家族在这其中操纵 算了 反正我也是赚得差不多了 把家里人安排去旅游了之后 我也到沈城上大学去了 你去了沈城 郑林伟有些意外的 是啊 报道的时间差不多了 正在路上 嗯 行 到了沈城 我们再聊啊 郑林伟这时一时挂了电话 王小飞这时也嘴角带着笑意了 对方到了花溪村 并没有找到自己 这是通过郑林伟来探自己的行踪 王小飞略以沉思时 一拍脑袋 他发现自己一个最大的漏洞 那就是自己现在开的这辆越野车 是秦海的车子 以秦海的能耐很容易就会从路上的监控 查到自己是在这市里面 现在自己不能留在这里 必须要做出一种不在市里的假象才行 想到这里 王小飞把车子开出了城 直接就朝着收费站而去 过了收费之后 找了一个无监控的地方 王小飞把车子往戒指里面一收 然后展开身形 就向着城里面跑回来 躲过了监控之后 王小飞再次回到了市区 这时的王小飞也进行了一些化妆 如果不注意 谁也不知道他回到了市区 行了 下一步就是干掉那两个秦家的人了 对于想杀自己的人 王小飞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慈善之心 市里最豪华的宾馆门口停车场 开来了一辆越野车 最先下来的是秦海 后面下来的是两个年轻人 三个人走在一起时 明显看得出来 那两个年轻人有一种傲然之气 早已等在这里的颜瑞琴 已是妖娆地迎了上去 明哥 光哥 你们好 颜瑞琴的脸上布满了笑容 两个年轻人看向颜瑞琴的眼神中 充满了一种奇异的光彩 城区的眼神中